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林梓彤 现在和大家跟进厄美股市昨晚收市的情况 美国9月份的通胀比预期强劲 令联储局加息机会再度上升 美股星期四好淡增次 导致一度反复跌近350点 收市的跌幅收窄 导致收市是报33,631点 跌173点 表捧500指数 收市就跌27点 收报4,349点 纳指就跌85点 收报13,574点 至于反映中国概念股表现的金融指数 就跌大约3.4% 其中京东ADR急插大约8% 再看美国上市的港股月托证券 造价普遍下跌 会控制被捧港收市跌0.25% 腾讯跌2.49% 阿里巴巴跌3.75% 美团跌3.75% 至于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 倫敦富士100指数 收市升24点 收报7,644点 法拉伯Dex数 收市跌34点 收报15,425点 巴黎Cat指数 收市跌26点 收报7,104点 商品期货方面 华府加强对俄罗斯石油制裁的执法 纽约其油一度反弹大约2% 但收市仍要倒跌 收报每桶82.91美元 下跌58美先 主轮网Dex数 轻微上升 升18美先 收报每桶86美元 看金价 美元和美国债息上升 都拖累金价下跌 下跌 下跌 收市跌4.3美元 收报每桶1,883美元 看最新美元匯价 港元7.822 日元149.808 欧元1.054 英方1.219 瑞士法王0.907 加元1.369 澳元0.632 柳西人元0.592 美国国负债券 10年期赚率是4.68 30年期赚率是4.88 港股年升多日之后 今天有个显著的回套 暂时回落大约258点 跌幅大约1.4% 最新增长17979点 又落18点以下 国企指数跌91点 最新增长6177点 大股成交有69亿多 刚才提到京东ADR 跌得比较厉 暂时来说 京东跌大7 最新增长109.8 另外阿里巴巴跌大2.5 去83.8 近期升势比较凌厉 3690 亦要回大2 最新增长115.3 看完700 暂时跌大1.2 最新增长312.6 这次和大家先跟进到这里 稍后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再见 幼稍后提醒你 要财蚊提醒你 现货黄金买入价1872.77美元 买出价1873.9 06美元 现货币买入价21.9美元 买出价21.929美元 以上资讯由要财蚊提供